就是郭文貴這個人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他也還算一個才 我倒是覺得 因為從他的出身來講 看到他的資料也是一般的出身 對 那麼這個發家是在荷蘭 剛才您提到過的有一棟大廈 其實那時候還是父子的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或者在他出美國之前 就剛才說到北大方正這一塊的時候 僅僅才幾年功夫 那麼從幾個億 從幾千萬到今天 有可能到上千億這個過程 我覺得可能也只有在中國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而且他的策劃還是滿成功的一個策劃 國文貴的能力這是不用懷疑的 我倒對那個說國文貴 說農民吃生啊什麼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與農村有關係的 對 都是從土地上 那麼國文貴這個人呢 他的能力絕對是超差的 那麼他的這種 比如說說他中學沒畢業 有很多北京大學的很多的博士 就是在操作這方面的發揚的設計方面 也未必 就資本交資本思想的博導 也未必能改成他老國這種超常規的 這種用作的手段 但是呢這個這個東西就是說 做事情呢它總有個度 一個是有些問題的 有私階的起點 第二個呢有資本它自成 即使是 即使是資本思想搶劫 即使是瘋狂的資本思想 這種思潮的推動力 它也有一定的規律可行 就是你不能過分地超越很多規則 比如說人工的規則 法律的規則 經濟自成的規律 包括你在這個體系下面 你所發財的這種重量器 那麼現在 中國應該說 我個人認為呢 就是說 反腐 比如說對肖建華 這當然我們都很清楚 比如包括國文會的集團 他們 他們所揭露的別人的這個 是吧 那麼你比如說 說這個它揭露別人的骨雀白水套 這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呢 其實中國大陸一點沒有手軟 你看最近暴露出來沒有手軟 也是在通過法律通信協議這問題 但並不是 國文貴所言 是哪個領導人的問題 是誰的問題 去查處誰嘛 當時那鄭永康是中國政法界最高的政治局常委 對不對 薄熙來這也是全體超野 這也 對吧 軍界兩個巨頭 照處理不完 所以中國的反腐 我個人認為這個反腐呢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整個我們中華民族 在崛起過程中 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 而且反腐是何等重要 我們個人的力量 包括你公共的力量 你是 你是為不足道的 你就是我們在這個歷史的長河裡邊 你所發起的那條濁浪 那順節就沒有了 對吧 但是你要一個長舊系來看 那麼 尤其是被它迫害這麼多年 你就迫死你思考很多問題嘛 因為我在國內也有這個 是吧 也有像自貌苦澈的欲望 也也也也也看到了 像王建林啊 這個 像這個像潘石屹啊 看到他們發展那麼性俗 心裡邊也是也有很多想法 也想追趕一下 當時我在避它避出來的時候 還有可比的可能性 但是因為八年被追逃出來 你天天要應對這個 應對它的追逃 應對它的威脅 心情啊 包括你的社會關係 別說八年了 一年這個企業就完蛋了 別說一年了 可能一個月清白 有些企業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 你比如說對我的傷害 我只是個案例而已 即使是案例 我也不想說 但是郭文貴這種無端的謾罵和侮辱 我覺得已經是超出了人籠的底線 我必須站起來 我必須站起來 那麼像郭文貴這樣子 最後去了美國 回過頭來看 在操盤的這個手法來看 最後他還是像你說的 他沒有 他因為超越了那些底線 所以他出事了 應該說 那麼出事的政績 主要是在那些方面 如果他不出事 馬健不會出事 張悅也不會出事 那麼一方面 當然我們反腐的利件 是越來越深入 可能這個線索是越來越多 就像過去的一句話 你出來混 總是要還的 他正好到了還的時候 第二個 這個民族證券這個事情 是不是一個巨大的一個 就像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他可能和摘取的利益是非常大 可能在短時間能爆發到千億 但是他可能反作用是 他迅速走向面 那麼是不是在這個點上爆發了 他最終選擇去了美國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覺得首先就是說 這種 我剛才用的一個詞叫超 叫超規則 超越了法律 超越了整個社會經濟 政治文化 包括中國社會 提供了所有的可能性 你用這種超規則的手段 我再瞧瞧 他不是錢了 不是錢在桌子底下 他就赤裸裸的 我把你幹掉了 我把你連 那就是個偽造的材質 偽造的證據 我認為這涉及國家安全 我一邊去 所以他們超規則 因為所以說 國文貴這個犯罪團夥呢 他們所謂的利益集團 貪腐集團 他和別的貪腐集團 還有一些區別 有些區別就在於 他是赤裸裸的 殺人越獲 無財害命 有些人越獲也沒殺人 無所謂 但就過去了 因為這也是一個 資夢積累的一個 特定的歷史時期 也是改革啊 就是整個全球 這個軍事經濟 政治文化 全球的一個 動大不安的時代 那麼任何奇怪事情 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你要說 你要說說 你越獲你又要殺人 你搶奸 你母財你又害命 那我是威脅到我的性命了 那我一定會拼死一國嘛 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當然你這些貪官污吏 就你們國文貴這些貪官污吏 你們做得太過分的時候呢 這個政權一定會出來主持公道的 否則這個政權用心不下去 對 這對於所有的國家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那不要幼稚地以為 你說幾句恐嚇別人的話 你冒幾句這個黑話 你滿嘴捧縫 污衊別人 你就可以嚇唬別人 我想任何正義的力量 它在拒絕的過程中呢 總是緩慢的 你包括他現在所說的 這個黃業的問題 黃業呢 我在北京也有幾個開發項目 那麼正好在那個歷史時期 也 黃業我不認識 他也不認識我 但是我們的項目 沒有和北京市政府 沒有任何交易 可以去調查 可以去調查 嗯 那麼 但是盤古大灌呢 四合月是圍張借助 嗯 發快了事 又多了一棟樓 這潘世紀說的呀 嗯 因為在國文貴的爆料裡邊 他認為整個中國的政府 一個某一個官員 一支筆 隨便容積裡增加一下 幾個億幾十個億幾百個億 就上去了 尤其在北京 它不是這樣的 就像 在北京市 他們拿一個區域的規劃的它的 那不是一個人 一個規劃委員會 嗯 它有很多人在同時研究這個事 都有工程師在研究這個區域的 嗯 因為它還有基礎設施的 配套和供給的問題 嗯 交通的物體 嗯 是吧 但我不排除這裡面 也確實有些問題 有附外的問題 這我們我們一點不符合這一點 嗯 但是說 就是說這個 華業這個這個世界 我和我和華業 我們公司正正在那裡司機 我們也在北京 嗯 人都沒借過 不是說 不是像他所說的 而且也不是華業的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沒背景的一個小女孩 當時的小女孩 現在可能年齡大了一點 嗯 她沒有這種交易 我問了一下所有的開發商 我們在北京開發商裡邊 我雖然不算大 嗯 但是也畢竟結束了很多開發商 嗯 對吧 他們都說沒有嘛 都 我們生死都不知道有華業的存在 坦誠地說我在北京裡面 這次我第一次知道華業的存在 我知道 是有一個女局長 但是我真的連名字都沒聽過 很多開發商都並不知道這個名字 嗯 那麼被她描述成這樣一封的樣子 那我相信 我相信 嗯 國文貴行李表 比我們更清楚 是怎麼回事 嗯 並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 嗯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再看 這個聽說你 你最近一直在美國的白宮的政府網站上 在呼籲更多的人聯署簽名 來對國文貴的一些事情 來要求美國政府介入 這個它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為什麼背景 因為我想既然國文貴對我這個 欺壓了八年 嗯 我這些證據呢 我都會 都會 最後都會 都會展現出來的 嗯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時候呢 涉及 那麼多人 嗯 你比如說 這個 文貴 在這個 我在荷蘭的案子裡邊 他的 六弟給我打電話 這個我也錄影 我也說了 我也錄影 他要讓 如果我不愛得他們的意見 他就命令國際警察 他的原話是 我面臨國際警察 我要國際警察 把你抓回去 我說那 郭總啊 這個你是哪個部門的 你能面臨國際警察把我抓回去 嗯 那現在這個洪通呢 那是誰面臨的 是他們家面臨的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就是說你想想這種素質的人 嗯 好了 就這麼在你 在欺負你 他說你回來按我們理解辦 華臺還給你 我也有證據表明了 嗯 這是他們六弟給我打 這個我有錄影 我再採取我有錄影 嗯 然後呢為什麼有一個路影呢 是因為和他們解除以後呢 你必須有證據 嗯 在 在國文貴 在我的案子上 嗯 他這個團伙 在國內找了人 冒充我是鄭傑夫 就是這麼東西 嗯 他在國內說這個 他在國內說這個 說為了理解我們 我們這個 夫妻關係 他在外面找了個小孩 屁股 你一把一括 說這是你兒子 他喊爸爸 嗯 買通一個女的 我認為他們是買通的妓女 就這麼一波犯罪諷子 你說你 你們的人籠底下何在呢 嗯 最後好了 他不明真相離婚了 所以我為什麼 我說這家破人王 妻離子散 他他幫你弄的 你你我說呢 就是我們之間的這個 這個豆子呢 經濟豆子 你拿錢拿走 我就算了 嗯 我也我也我說 我不像他那麼報復 嗯 一瓶酒是五千 五千 一隻椰獸五千 五千美金 是吧 一頓飯喝三萬美金的 是吧 這個這個這個酒 也一架飛機 他在美國可以 花花一多美金進行抓修 嗯 他在紐約的豪宅是八千萬美金 這是那個那個那個 美國的媒體爆出來的 我們沒有這 我認為中國在富的人 美國在富的人 嗯 也不至於如此啊 謝這個富有意義嗎 嗯 對不對 我不是這樣的人 嗯 當然他 他所 他所進行這種挑撥理解 嗯 就是你做一個 他現在不是鐵鐵標榜是佛教徒嗎 嗯 我說我們做人 我和你的戰爭就是我和你的戰爭 嗯 你不要牽涉到老人 你也不要牽涉到子女 更不要牽涉到無辜 嗯 我覺得最近 他都有 我們包括中國政府 他的妻子 老婆的孩子 都不是到了美國嗎 嗯 他的弟弟不是也放了嗎 他們總統的打電話是這麼回事啊 我說這恰恰證明了中國政府的依法辦事 嗯 不要終點九做 是誰的問題就是誰的問題 嗯 嗯 那中國政府做的已經割好的了吧 嗯 包括他們追討我的時候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馬戒 他也不可能一時折鐵吧 所有的部門吧 嗯 但是在辦案的有關空姐和部門 那也是切割的乾乾淨淨我的問題 他們追他認為是我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嗯 那麼他不會涉及無辜的 對 但是郭文貴的所作所謂的 所有的無辜都牽涉進來 嗯 不封老幼不封男女 嗯 不管是誰 只要 只要殺害了他的所謂的自從 他就不顧一切的來殺害他 嗯 來污蔑人 滿嘴跑火車 滿嘴捧風就這麼一個貨 嗯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在美國白宮的政府網站上 是呼籲更多的人來聯名的簽署 對 讓美國政府介入 實際上是希望通過政府的力量 讓郭文貴回到中國 接受調查 對 把事情在來龍區門搞清楚 對 我已經說清楚了 他回去 把郭文貴告訴我 我立即回去 你回去 是 幹嘛 做證 做證 我和他現在 我和他對賭 對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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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賭 對賭嗎 最好是他自己回去 有種的自己買架飛機票 買架飛機票回去了 或者坐著他的私人飛機 裝行一億多 飛回去 大意連愛地飛回去 不是凡夫英雄嗎 對 但他好像說過 這個暫時在美國居住 一旦好像有什麼條件的話 他可以立即回去 那可以回去 他的條件他也可以 先貼貼報頻 貼貼爆料 也把他自己的料報一報 但是他恰恰在這個 我就覺得在中國政府 發通緝機之前 他在說要回去回去 他沒回去 但是這一下 中國政府發了 通緝他的追逃令 那他可能就不願回去 那他現在 除非他是犯罪嫌疑的 那他如果沒犯罪 他就回去吧 他不是 他現在 他認為是都在誣陷他們 對吧 他認為是都在誣陷他們 所以這中國所有的部門 都在誣陷他們 他一路上來 都是每一個環境都在誣陷他們 他也要去 有話要說 對 但是你覺得你這樣的 在白宮政府發動這個 這個 海外華人也好 連署簽名 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我認為呢 這是個行動 成功了對郭文貴 對我們所有人都更好 為什麼呢 他不是說 美國政府是客觀的嗎 他要搞一個什麼 感美節 感恩美國嘛 他最近的一段時間 也對美國的 這個民主制度啊 對美國的法律體系 推崇備制 嗯 那麼好啊 那麼啟動這樣一個 公正的法律體系 對你調查一下也不可以的 嗯 這是個法律程序嘛 這也不用罵罵 也不用仇恨 貼貼貼這個這個 生死利劫的罵 嗯 馬嘴噴噴噴的罵 不用咱們啟動一個公開公正的程序 嗯 嗯 所以這個事情的成功不成功 嗯 我覺得並不重要 只是我們在啟動這個程序 嗯 但是我深信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 嗯 它和美國的司法系統之間 兩國之間是一個很正常的交流的 嗯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領域的合作 會越來越規範化 越來越國際化 嗯 對吧 畢竟人類還是有很多固定種責的 嗯 這一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 嗯 那郭文貴的事件 可能還會有一段時間繼續發酵 啊 您作為這個當事人之一吧 今天接受媒體的這樣的一個交流 能夠把很多的事情 讓他想說的話說出來 嗯 在最後這個時刻呢 我想一個呢 嗯 你還有什麼話需要面對公眾呢 那麼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場合 把要說的話說出來 啊 這個是 可能是我們不太了解的哪些方面 啊 你覺得應該向公眾來表達自己的態度 和對 尤其是對國文會先生跟你之間的這個矛盾糾紛 你需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 我只是想這個盡可能的用我的微波的力量 來澄清一下有關事實 嗯 那麼另外呢 其實我在每次採訪當中 我都在歸切國文貴 放下屠刀立地臣佛 嗯 那麼今天仍然是這個這個規圈 嗯 放下屠刀立地臣佛 嗯 對你被你嚴重傷害過的那些人 嗯 甚至家破人亡啊 齊利子散 甚至他們的親人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人 為你國文貴的財富 希望你向大家說對不起就可以了 我上次說過了 說我們其實經過這麼多的磨難以後呢 嗯 我們對財富的追求和渴望已經大大的降低 嗯 心態已經非常平靜了 嗯 所以呢就是 嗯 我我並不說在這時候還憎恨什麼國文貴 我也說得很清楚 連恨他的那種意義都沒有了 嗯 像他這樣天天扯這個嫂子滿嘴謊言 滿嘴髒話 嗯 我本來是不想理賽這個事情 嗯 因為因為不說的人 他說我是幹啥的 沒關係 嗯 很快就會忘記熟悉我的人 你比如說他說我在澳大利亞開機 啊這你們咱們確定華人都可以出來 我怎麼可能我會做到事情嗎 嗯 我連個餐館都開不了 所以這個這種事情呢 你國文貴這麼說愛的時候 你就不怕 在這個群體裡邊 你這你這火爺說的 你這種馬嘴噴噴 你的形象會不會 會不會受到什麼傷害 嗯 你可以蒙蔽那些不知道不知道情況的 嗯 但是這個信息 確實化 信息 瞬間就傳出去了 嗯 那麼他們澳大利亞和美國 實際上這還有美國中國這個微信 嗯 一秒鐘的事 那你就不怕你的火爺說出去以後呢 對你形象一個鎖馬 當然國文貴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形象 嗯 他需要什麼形象 嗯 對吧 他的唯一目標就是想 把他的問題政治化 嗯 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 嗯 從往來逃避 發力對他的制裁 嗯 所以這種想法呢 我我個人認為能得逞嗎 一定不會得逞 嗯 一定不會得逞 這一點他他他他一個人 充滿信心的認為 他的這種螢幕不會得逞 嗯 我還好像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講 好像以前我們在交流的時候 你還收到過一封信 裡面是畫了一個子彈 好像還是一個 寫了一張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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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一張紙條呢就威脅我嘛 嗯 威脅我就是不讓我胡說八道嘛 那時候正式馬屆 那時候馬屆還沒逮起來我記得 還沒出事了 還沒出事了時候呢 就是威脅嘛 威脅但是我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我認為 這就是對我赤裸裸的威脅 我當時就報警了 那報警以後呢 那麼就很快來了很多警察 就說 那在在西方政府 你要受到這種威脅 他們很快就 給我阿拉 阿拉七八個射小頭 那切子我自己出 射小頭二十個小時 只有任何進入 立即報警 嗯 那我說他寫法 愛姐安一個吧 嗯 當時就受到那樣的威脅了 嗯 就是這個紙條 你認為是 郭文貴去團裡面送出來的 還是國內 比如說馬劍之流他們送出來 都 一定是他這個團隊 是不是郭文貴不能幹的 我現在不敢確認 但是一定是他們這個 來自這個方面 這是毫無應用的 嗯 那麼另外呢 比如說還有這個 我就問一個 你比如說六百人在澳大利亞 所謂六百個人的 在澳大利亞的私生子世界 嗯 那您是澳洲 澳洲這個資深的媒體人 在澳洲 這麼多年 三十多年的老華僑 嗯 您也是這個 太平紳士 也是華僑的 僑界的領袖 那麼您一說說 嗯 這世界也沒有這個事 這個我覺得完全是不可能的 一個六百個孩子的DNA的獲取 這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個人因私 六百個家庭吧 對吧 或者六百個父母吧 六百個孩子吧 他的這個因私 在澳大利亞這種國家 有誰有這麼大的本事 在六百個孩子的DNA 他都可以獲取到 對 而且如果是通過公開的手法 澳大利亞政府也不允許 如果通過非法的途徑 是更是難以上侵天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完全是不可能的 那省協軍獲取這些孩子們的DNA 我不是那些孩子咋來的 那這個過程是不是違法的 那肯定也是 對吧 或者就是說 我是認為它是不可能的 就有這樣的事情 那就不存在這個違法的事情 如果說違法的來進行這個 那這個是 那在全球議論當中 也是一個澳大利亞承擔不了的 一個政府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國家都承擔不了的 一個一個公信力的問題 對 您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公貴所說的這個 另本孩子的這個DNA 被私下盜取 就連澳大利亞政府 都不可能承受這種公信力的損失 對 可是現在我們會已經這麼說了 那也就是說澳大利亞的公信力 為此受到重大傷害 一定是 澳大利亞政府應該是 對這樣的一個說法 一個是表示澄清 第二個要罪就他的罪 我覺得這是澳大利亞政府的 應該盡道的事情 如果他是這樣說的 這個事情 他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是有證據的話 可以把這個事情跟政府報告 那他問題他已經在全世界媒體上 已經這麼說了嘛 他這個影響力已經很大了嘛 海內外都認為澳大利亞 他的團體澳大利亞工作獲得了這個 那這個也就是 就是我們不是這六百個孩子 是不是子虛無畏 對 但至少他是對澳大利亞這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公信力的 對 那他還有很多事情嘛 對 一個是對澳大利亞國家的這個六百個孩子的事情 第二他對你個人的這些說法 什麼開妓院也好 或者是還有其他說法 我們確確實實應該站出來 來把這個事情 一是讓他澄清 第二是要拒絕他的責任 那麼他是不是能夠逃避這種追責或者是法律 我相信總有一天他要為此處處代價 如果他是胡說八道的 這個社會就像您剛才說的我是同意的 不是時候明到不是不報 現在也很清楚的中國的反腐也是呈現 這樣的一個一個狀態 對吧 連周永康這樣的國家級的人物 對吧 當時全體一世的這樣的人物 也有他這個露線的一圈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海外的華人華僑 是相信這個取值是非總有一天他會會呈現的 所以我們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好的 謝謝 任何事情他都會讓正義站到一腳的 非正義的一定都是短暫 所以這個日常見真情 我覺得這個道理可能全人類都是真正的一條法子 是 是 另外想起這些人在最後的時候呢 能夠把自己的這個簡歷啊 跟我們介紹一下 簡歷 就是您是怎麼到達這個環國海的董事長 反正我是覺得對你的簡歷比較有興趣就是什麼 你看起來就像一個書手 看起來像一個作家 甚至看起來像一個教授 我這樣就感覺你怎麼會卷入到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資本運作和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耳語惡辣的這樣的一個氛圍當中 我覺得你好像不是那個裡面的那個人 但是恰恰你現在卷在其中 這個東西呢 我說我說我最不應該從事的就是經商 下海經商這個事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一個很很 頭腦比較簡單 坦誠地說 簡單的人 那麼讀了幾天書 因為我最適合的職業應該是這個教書 教書 當個老師 這是最適合的職業 我沒有郭文貴先生這種心計啊 這種大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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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顧一切的這種追求財富 滿足個人的這種欲望 達到實際個人野心的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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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個人 但是就是我的前任呢 是我是其實這個公司呢 貼近環派集團 我是副 我是一開始從華臺的副總 最後呢 到了環派集團的副總總經理 所以最後說我的前任董事長呢 張紀鴻先生啊 因為突發車禍去世了 去世以後呢 那是九七年 九七年 那麼我就比大家推舉為這個 整個我們吉他公司的這個董事長 所以從那時候就一決定 進來以後呢 那我這個人呢 坦誠地說也不是什麼經商的 這個這個 這是個學術問題呢 就是這個學問呢 和經商的思操 它這個天 天涯之別 就是我可以研究期貨 可以研究股票 資本市場 比如你過去的學術也好 或者你從事的職業跟這個方面 是有關係的 但是更多的是你能上來看的 某種的思想 在當時的思想條件下 這些理論 恰恰是妨礙你繼續前進的 羈絆 它是你的障礙思想障礙 是吧 那麼你比如說 我很幼稚地認為 這個趙勇啊 和我就是個法律糾紛 那我哪想到文貴介入以後呢 變得事情越來越複雜 其實我在班級當中 我是不想增斗的 我這個人呢 我不想為這些財富增斗 你比如說我現在 我寫點詩啊 那些書法呀 這個 雖然成就不高 但是呢我覺得這樣 就過一個寧靜的生活 包括我們搞點這個 文學創作呀 寫點書呀 我還翻譯了好幾本書 比如說 其實這個也是貼到輪迴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翻了一本書 叫做Underground Economics 地下經濟 學家經濟 這個地下經濟學呢 也就是在一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腐敗問題 當時也就是蘇聯和東歐國家 嗯 那麼這個地下經濟學家 就是研究腐敗 地下交易 各種方式 我記得當時我在 布南紫進大學 經濟研究所工作 這本書 在上海三月書店出版 這個這個這個 我記得當時我才三十多歲 還得了一筆幾千塊錢的稿費 我很興奮啊 嗯 應該是很高啊 那個當時幾千 我一個月的工資才一百來塊錢 對 所以呢得了那筆稿費以後呢 我組織翻譯這本書 嗯 那麼可以說這本書呢 是中國 這個這個 這個理論界 研究腐敗問題 連研究地下交易問題 研究偷稅漏稅 走私犯私 嗯 所有這些 這是一個美國人叫法伊格 嗯 也是諾貝爾獎的一個一個候選人 他沒有獲獎 他沒有獲獎 後選人 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個教授 我記得是這樣 嗯 那麼這本書呢 應該說是一個弄擊 嗯 對中國的這種 嗯 這個這比如說 稅務系統的建立 嗯 貨幣體系的建立 嗯 關稅的這種控制 走私犯私的這體系的風 私下交易 所以陷阱的管理 嗯 很多西方國家的經驗和 蘇聯東歐的教訓 都在這本書裡面 可是呢 我不信 我不信 逼自己翻譯這本書嚴重 嗯 哈哈哈 陷入了這麼一個黑窩 陷入了這麼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說不清楚的黑洞裡面 嗯 沒什麼 就是中國有些老話叫 因果關係 你你接住了這個地下經濟學 然後了解了地下經濟學裡面 表述的那些文字上的東西 嗯 但是這個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時間當中 又慢慢卷入到一些幕後的故事裡面 啊 這就是人生 是吧 那麼今天你在澳大利亞生活 像你剛才說的 又是書畫 又是作品 這個 參與一些文學創作 嗯 和一些 甚至可能還會 有些共享一些影視作品 有沒有想把自己的故事 把它作為一個 這個元素啊 或者是資料啊 能夠記錄到這樣的一些文學作品當中 對於我來講 這都是非常痛苦的經歷 提都不願意提 哈哈 如果您願意做 那你建立在吉姆的四十幾組之上 或者說變成文學作品 嗯 那我覺得也是蠻有意思的 但作為我來講 我我認為這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企業 風崩離析 嗯 事業完蛋 家庭 這種 齊離子散 家破人亡 事業完蛋 這種經歷 一般人 按照我的一個朋友的說法是 要我不塌的話 早就跳樓了 我說我不跳樓 就在於我死中還有點出口 就在於我死中認為金錢這個東西呢 它並不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 因為你有能力獲得金錢你就獲得 你要沒這個能力 那你就要老實一點 像我的話 必迫責上這個道路 我認為我沒這個能力 那我就老實一點 我出事點別的合同 賺的發爆財也沒有 發點小財 那就發點小財 如果小財也沒有了 那就有一點工作 僅此而已 真的 我這麼多年 我跟郭文貴先生說過 我說我沒借過朋友一封錢 我沒借過一封錢稅 沒借過私工單位一封錢 沒借過銀行一封錢 到現在為止 我不像他一樣 基本上在自己的經營過程當中 我們了解了 你在一些口碑上比如說 沒有騙過別人錢 沒有欺負過人 好像通過這種公信力 就是他這套東西 就是在你的身上幾乎是看不到的 那就要表現了一種人品 所以我覺得 作為過去的老師也好 教授也好 或者是從事的一個文化師也好 就回過頭 能回的情況來看 那也有它一定的好處 就是我們並沒有 解釋到一種耳語惡障 從惡人這個角度 實際上是我們從事文化方面的人 還有自己的情況 只不過總是處在 想想而言還要處在一種被動 或者是會脫入到一個黑暗 甚至讓自己受到付出很大的代價 想想 那麼可能歸於一個平反 可能是我們作為文化的人 這個心裡面 它會有一片安靜的土地 也是就像你剛才說的 你能夠平靜地繼續自己的生活